那如果在使用競爭品牌的鏡頭呢 我們今天給各位測試的鏡頭是 有電子接點 可以支援對焦距離資訊的一個轉接接環 一樣使用的是微距鏡 一百的微距鏡 拍攝參數一樣用到1比2的一個放大倍率 首先我們先把防手震 把它射成關閉 那各位會發現現在一樣你畫 各位請看 這是沒有開防手震 當我打開防手震的時候 當我半壓快門 你會發現影像變穩定 放開又在畫 對不對 好 那你會發現其實它一樣有補震的效果 那因為我們本身有電子接點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在使用鏡頭防手震的話 我一樣可以打開鏡頭防手震 這時候你只要把機身防手震關閉就好 所以如果你今天使用轉接的鏡頭 是有電子接點的 那如果可以對應到我們的相機的話 你今天也可以使用競爭品牌的一個防手震技術 好 我現在防手震是關閉 各位請看 現在防手震打開 它一樣有防手震的效果 好 那等一下呢 我希望